大家好,歡迎收看石屬首記 石屬,直到今日最新消息為止 在下午前,人民銀行已經由7月底以來 第三次暫停逆回購操作 我聽到逆回購、正回購,我真是頭都大了 可否跟我們講一下,到底這個正回購、逆回購 對我們一般投資者來說,意義在哪裏 為何它的操作,市場會這麼關心呢 正回購、逆回購,即是人民銀行對市場的注資問題 這個手法 正回購,直接是媽媽給錢 One and for all 所以你夠錢就在你那裏 逆回購,就是媽媽拿著錢給你 由於你今天想去買一個電腦不夠錢 問媽媽,如知如常期,零用錢 媽媽說,好啊,給你啦 你有需要嘛 於是她就給你了 不過,到出糧的日子,你就要付錢給媽媽 OK 所以,一個正回購,就是媽媽說 我送了那個做禮物給你 那就開心很多 是不是? 是呀 逆回購,就是你要還的 即是借錢,是不是? 是的 銀行為何有時要向央行借錢呢? 銀行很多時,是將錢借給企業 但是銀行又需要每一定日子 在這裏,全貸比達到合乎監管機構要求 即是銀行的要求 有時,可能有很多種原因 如果在美國,有時因為大風落雪 電匯還未來得到 或者在中國的話 是因為有一個人暫時逃跑,你還不到錢 又或者等等正當的原因 你是不可以達到洗條數 是合到法例的要求,的全貸比 那媽媽呢 又看過你,你都沒有亂花錢 都是乖仔乖女來的 好了,我就暫時打救一下你 但是,如果你是蟻仔乖女 至於今年六、七月時 媽媽就說你死了 於是,上海銀行同業拆息 一夜之間,抽高過去30厘水平 即是貴一點,成本那些 因為,你不聽話 那當然要用市場的利率罰你 一般來說,人民銀行 每到達三離半到四離水平 就會出手 如果三離半到四離半水平 都不出手,注資進去 即是說,嗯,你一一了 如果去到五離都不注資 你應該考慮 以前從未試過 在今年之前未試過 因為四離一定注資,注到開漢 所以人人都覺得 媽媽不會使我死的 所以我們大家,只要你借我借 那麼多兄弟一起借 難道他一起洗我就死嗎 去到四離後,媽媽就要放水 你今年六、七月就是 好啊 你們那麼多兄弟 一起亂借錢出去 做犯 做犯 於是抗拒從嚴 於是人們就馬上去市場和搶錢 因為你看得到 媽媽做完之後 爺爺就會做一件事 喂,你不合法規 不合法規,你知否後果會怎樣 你會怎樣呢 打你 不是打 釘你的銀行牌 但那些都是國有銀行來的 可以這樣釘嗎 對 因為你未試過,它要三十離 是 現在都試過了 釘你的牌,有什麼問題 我即使想到內銀 它不用釘你所有牌 你這間分行有問題 釘你這間 它不用釘你 釘你兩天來 哦,那即時沒有錢花了 是不是 那你立刻要到處搶錢 所以當時在六、七月的時候 是搶到連香港的錢貴了 香港人民幣存款 當時那幾天,上升得很厲害 在香港,是做到三至四厘 我記得有些銀行給很高息 是的 那幾天 即是那個月份 現在再唱不到這首歌 所以 作為做香港的人民幣投資者 我們應該有一個是 接受 媽媽打兒子的欣然心態 因為她肯打兒子 一定會寫高了香港銀行的息 如果你有錢 借給銀行 做所謂人民幣定期 你便撿到多少少 是嗎 現在呢 我們等一會再講一講 這個情況 首先回到上面 就要講 我們是 股市的表現 我們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 其實在上星期四 已經告訴大家 讓大家看過 就是讓大家看到 上星期四 約摩托這些位置 都說 因此 現在收窄 會上不到 就會下跌 就是代表了市場是代變 市場代變 我們很多時候要考慮一點 我們散戶 不知道它變上還是變落 我記得你說過 大戶就一定想它變上還是變落 它操控 因為它操控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應該第一件事 作為散戶的 唯一一個保障自己的東西 就是預它變落 而不要遇到它變上 因為變上 我只得追 變落 如果你被人卡住了 就不斷虧了 你便不斷虧了 現在變落 是可以下跌得很快 上 無所謂 我只得賺少些 下跌起來 你很難 是說虧少些 這個圖子中 是一個星期前 和大家分享過 大家可能未曾聽過 不感覺到保力加通道 對後市預測的可行性 特別大家當時受到 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法馬所說的一件事 三四天的市場 是查不到的 估不到的 因此 你可能就認為 不相信 認為市場是很有效的 怎麼會有效呢 市場一定是有些人知道消息 比我們早 有些人知道消息 比我們遲 比我們遲 而最慘的是 遲之消息的那班 當他們知道之後 他們比我們更加速 所以大家看到 昨天的成交 是最多的 這幾天是最多的 一些人開始害怕 特別是 上過去 落回來 這些叫磚頭 破腳 在這點裏 大家需要留意 所以 是否市場 檢測不到 我只是在說一件事 好像我現在這把聲音一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是因為內熱、濕熱 因此很簡單 所有人都知道 濕熱 喝一點點菊花 對 菊花清涼 我死人 人都落多幾千 重菊花下去 焗完之後 喝了之後 不用三十秒 就開始連續咳 一個半鐘 機關槍 咳不停 是不是極必犯 不是極必犯 因為醫生告訴我 我今天當然要看醫生 你沒錯 是有內熱 不過熱 已經 那你呢 現在就落回 那些菊花 落到這麼多多 那你這麼多多菊花 它已經這麼少了 你就過寒了 是 那她說 我問她 那怎麼搞啊 她說 菊花落些薑 哎呀 你聽過菊花要落些薑沒有 我沒試過 那為什麼 因為 因為 要因淨淨施藥 那我說 那我不落薑 我落少些菊花 不行 不行 省很多呢 是不是 那她說 都可以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理論上 道理 就是我熱咳 所以應該找些菊花去量 真我過猶不及 人家那麼少少熱 我用了那麼多多寒 那便咳死了 是 咳到 當然聲帶有事 是 所以我昨天的聲音 都很OK 嗯 即是昨天晚上 就不行了 保重身體 是不是 那樣東西 代表告訴我 什麼呢 道理 是在這裡 真你如何因應你施用 那個技巧 就是決定你成敗 依不依得好 關鍵 我的例子 其實跟炒股表一樣 炒股表一樣 你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用了一個正確的方法 看看這張圖 恆生之數圖 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正確的地方 估計它下來 用了一個正確的方法 我們不能走得掉 真然我們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就是它要收窄的地方 我用了不正確的方法 在這裡就即沽 在這裡即沽 就被人家蓋死 蓋死後 人家後來升了上位 再跟著下來 你便捉到脫不了國 所以 當我們如果純粹運用一個很簡單的炒股的方法 以為可以 看報告的方法 你肯定下跌了 我就肯定下跌了 你就會先雪頭住 你賺不到尾住 你就需要看 好了 我們看完這個恆生指數圖之後 我們看看是國企指數 又一樣 而且你看到 下跌了 是不是 下跌了 所以如果再下跌了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想想 上證指數 肯定又再下跌了 是 道瓶斯工業平均指數 上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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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當時看道瓶斯工業平均指數 是看哪裏 我當時 上個星期說 叫大家留意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是有點像 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 是真正走回 道瓶斯指數這些位置之中 這樣就 噢噢噢噢 好了 我們看看為何會這樣陰 我們不知道為何會這樣陰 不過國內的人知道為何會這樣陰 因為 在10月24日 其實在之前 我們找到之前 央行已經行公開市場 未到期一億回購方面來說 是沒有做到480億元 在之前都沒有做到 為何之前沒有做到 這裡沒有做到 是因為 有一件事 金融機構對外佔款 每月的變動 我們6月7月的時間 是少了 阿爺就用鏈來 是不是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我少了 我會存款 阿爺一定會 不需要救我 你沒有飯吃 是不是 連粥水都藏在你 所以阿爺那次 打到那些人很認 到8月 那些人乖 那些錢回來了 我們看到很多 對外的佔款方面 我要看幾項 這些錢我經常說 可能是假美金 根本就是 這些錢 是之前 國內的機構 拿出來炒東西 是 現在 要搬回來 是 那你現在 你搬回來了 9月搬回來了 嘩 你搬回來了 這樣的情況之中 阿爺便會想 咦 那些臭小子 有錢 不是有錢 將錢調回來 你想做甚麼 借 你又想借 是 你看到 中國的樓房價格 是否有上升 是上升 是嗎 另外 8、9月的樓房貸款 又增長了 是呀 按揭多了 按揭多了 是 阿爺 會不會喜歡樓房按揭 增加了那麼多 他要押樓市 阿爺要押樓市 是不需要再跟你說 我不讓你賣甚麼 不讓你賣甚麼 用利率來壓力 是嗎 用利率來壓力 當你利率成本上升的話 你想想 你做樓房按揭的利率 可以便宜給人嗎 當然不會 你炒賣的東西可以便宜嗎 不會 因此 阿爺是用市場手段 不是行政手段 當然 阿爺亦都會用行政手段 阿爺亦都會用行政手段 很多人就說 李克強 他沒有再說到押樓價 因為他自上任都沒有 是 發夢 其實已經在做事 那些人自以為 他沒有說過 就贊成我 這樣說 阿爺看在眼淚 看在眼淚 忌恨在心裡 那又如何 跟周專精說 喂 加一下他認識 哦 所以你會找到 最近的 是 不太久 是正確的 出現的東西 就是這樣 是啊 今早再升了些 再升 是不是 是 那再升的時候 將會怎樣看 很簡單說 如果還超過4厘 5厘 阿爺 都不出手的話 你就開始看到 那時候 股市會怎樣 倒下 這樣 所以我說 明天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明天 上海銀行同業拆息 繼續扯上去 超越4厘 超越5厘 你不用想 下個星期 倒下股 倒下股 因為為什麼 他們要沽港股 拿銀子 回到國內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 假美金 哦 那跟你之前說 市在十月尾到十一月 會有一個 比較堅強的調整 挺吻合的 這些只是亂股 適合創彩 是 是不是 我總是不相信 法馬所說 只是猜不到 所以便隨便猜 我猜到的 始終 有百分之五十機會 中百分之五十機會 不中 但是客觀因素 畫圖 甚至數字 都告訴我們 其實機會是多少 對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猜不到的話 是因為你看的面太少 你看的面太多 你可能會產生很多的 噢 是迷失了方向 因為你看的東西 別人叫你看燒牛肉 你去看燒豬腿 當然是看極 你看不到燒牛肉 是 你應該用一隻牛來看 是 是不是 現在這隻是屠牛 你真的看豬把鬼嗎 是 是不是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數據 你才可以看得到這件事 明天 或者下個星期 上海銀行同業拆息 升不上四里五里 如果升上海 阿爺都不出手 哈哈 我都不敢說什麼 反過來說 是不是阿爺一出手的時候 就叫做利好消息 馬上我入市買貨 我先記住這點 還有那些內銀股 遲些來兩三個星期 都會公佈業績 會不會都是一個 不用想 內銀股 預設你問 說吧 十幾個percent 十幾個percent 這是大行做的預測 好 其實似乎都沒有 都預算了 是嗎 記不記得兩三年前的話 這個字應該是多少 三十幾四十幾五十幾 這個應該是三 這個應該是二 是不是 這個三 這個二 是 現在全部一字頭 現在全部一字頭 是 對嗎 以前的話 很多內銀股 他們每年是二十個percent 三十個percent的增長 現在這些歌仔 不能唱 頂籠就去到這麼多了 是 當然 很多機構還會說 好 無論你哪間說都好 他們全部都有一件事 穩定 有一件事是少說的 是 就是不良貸款 很多的所謂不良貸款 是 如果是有問題的 好像我剛才說過 那些問題的話 將會怎樣呢 阿爺一定會說 銀行你自己扣掉它 扣掉多少呢 在兩年前 大家做過的是 十萬七千億 另外再跟著 一路滾傳之後 應該現在是大約十八萬億 至二十萬億 若然裡面是有三成的外壞帳 那就是總共應該有六萬億 所有中國銀行 一年的盈利 大致上是有 一萬億至九千億 如果 那年月裡扣掉了 這些六千億 資不低債 即是外壞帳 是 是 沒有問題的 是 銀行的利潤 是 就由 九千億 減了六千億 剩下三千億 是 三四千億 或者由一萬億 減了六千億 七千億 又剩下三千至四千億 那我想請問 銀行的盈利 將會怎樣 縮得很緊要 所以 對於內銀股來說 他們說這些事情 不良貸款都會上升 其實 會上升多少 是有爺說給你們知道 你要負責多少 明白 所以 人人都知道這件事 內銀股裏面的高層 都知道 什麼時候這支棍 會噴下來 這支不是棍 是狼牙棒 是 噴下來會出血 那內銀股的前景 都不是很少 又不是 又為什麼呢 噴完之後 噴完之後 大家會乾淨一點 起碼短期內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對象 所以呢 我就覺得 由於我不是 國內銀行高管 我就很希望 才能下牙棒 這次 拼硬一點 拼硬一點 打到出血就最好了 是 那我們就可以買內銀股 明白 是嗎 所以 我一直講 這兩年裏面 我沒有教人 去買內銀股 建議也不要買 我只可以 你可以買少少內房股 都是這個原理 在這一點裏面 你想想 內銀股 是作為A股裏面 一個主要的基石 上海A股的主要基石 因此 如果內銀股 沒有好前景的話 那你以為 上證指數有多少前景呢 是 影響之下 香港的恒指 我們現在有很多 都是內銀股 成為恒指成文股 有多少的前景呢 所以在這一點裏面 為何你會賭 這個是所謂保利加通道 會賭下去的機會 大骨賭上去的機會 勝算 其實就不是百分之五十五十 是起碼百分之五十一 對百分之四十九 嗯 明白 勝算就多了那兩個百分之二 所以在這一點裏面來說 所以有時候炒股 不是單是只看圖表 你要對阿爺的想法 對阿爺有些爺 是有些認識 那你認識的話呢 你要知道 羊長鼻短 是 那你就可以 即是 奇開得勝 不是奇開得勝 最重要是 荷包平安 明白 是 先平安 先好沒有說得勝 嗯 荷包蝕了 就永遠不平安 是 贏多少蝕多少 多餘 明白 明白 多謝石長先生 很明顯對後市的一個分析 大家都懂得做 下個星期可能 暫時看我們都會比較淡 少少的內銀股 都不太好 好 再次多謝石sir 好 如果想重溫石sir手記的內容的話 可以上我們hked.com的網站 去短片區就可以看到 或者繼續留意石sir 每天在經濟日報 情報和經濟通所寫的專欄 可以每天都給大家一些提示 最重要是說一句 石sir保重身體 好 不要喝那麼多菊花 大家天氣轉涼都要保重身體 好 多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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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